大家好,我是侃侃有余的主播,在我开始之前,记得订阅本频道,打开小铃铛。 这样我发表新内容时,你才能获得最新的节目通知。 近年来,全球PC行业已面临持续较长时期的增长困境, 但随着生成时,AI技术不断迭代演进,以及有云端延伸至边缘侧。 AI大模型与PC等设备的紧密结合和商业化落地成为大势所趋。 行业普遍看好,AIPC市场正在迎来新的产业机遇。 据第三方数据机构Gartner最新报告显示, 上级全球PC出货量年增0.3%到6337.1万台, 为连8级下滑后,首见成长。 去年全年,PC出货量则衰减14.8%至214189.1万台, 是2006年来首次低于2.51台。 Gartner表示,全球PC出货量去年第四季回升, 终结连8季衰退颓势,象征市场已触底。 联想、惠普、苹果及红旗上纪式战略均较一年前扩增, 有望迎来新增长。 可以看到,PC市场毕竟过去两年衰退后, 库存计划在2023年第四季稿中, 加上AIPC四季市场换机需求, 今年PC市场将有望迎来新的增长。 所以,今年的CES2024消费电子展, 亮点在于AIPC、车用、显示器技术等领域, 驱动IC从业者将办要角, 提供人机接口关键晶片, 与面板、车用或OEM厂密切合作之下, 驱动IC将迎新应用成长。 其中,奇景光电最为积极, 新一代AI晶片支持多重传感技术。 此外,PC业者及面板厂, 纷纷推出新应用, OLED荧幕、高透明、 Micro、LED显示器等, 皆需驱动IC予以实现。 PC荧幕驱动IC为台湾厂商之主厂, 被靠ODM、OEM品牌业者, 连勇、天狱、瑞鼎等业者皆有望受惠, 在导入AI之后, 优异的运算效果, 硬件同时迭代升级, 以传递更加的视觉流畅性、 色彩饱和度, OLED使用量也将提升。 车载部分, 纪念由于OLED显示面板之广色域 及高对比的显示特性, 在汽车显示荧幕上, 尤其是豪华车显示荧幕, OLED被采用率也逐渐提高。 奇景光电于LCD车用显示器 IC市场上取得领先地位, 也深耕车用显示器 AlmoLED面板领域, 敦泰逸同样耕耳于车用显示器市场, 并打入中国系品牌供应链。 驱动IC业者分析, 随着汽车电动化和自动驾驶技术的快速发展, 汽车的智慧座舱需求激增, 功能多样成长, 面板尺寸逐渐变大, 甚至达到Pillar to Pillar全景显示, Tiloramic View, 曲面萤幕级任意形状, Freeform多元化显示设计, 无不考验业者硬实力。 不过随着产品规格升级, 赋予产品更多价值, 有助产品单价的提升。 业者透露, 车用TDDI与一般手机 TDDI的价格差距达1.5至2倍, 高阶特规款式更佳, 并外, 尺寸的放大, 分辨率提升, 使用的数量也开始增加, 包含中控、 副控、 后座、 搭载率上升, 估计到2025年, 单车三片将为标配。 因此, 车用产品一直是持续布局的重点。 总体看这届CES2024规模超越2023年, AI主轴贯穿各大应用领域, AIPC更是成为焦点。 各家厂商搭载不同功能的AI应用, 例如针对提高影片质量, 增进智慧降噪, 背景模糊等功能。 另外, 车载应用, 大面积显示器及互动式车载车窗, 也提升汽车半导体含量, 为驱动IC业者带来更多新应用。 在此背景之下, 台湾工研院1月下旬宣布, 与台机舰联手成功开发自选轨道, 转举磁性存储器Spin Orbit Torque M-RAM, SOT M-RAM阵列晶片。 该产品具有创新的运算架构, 适用于存类运算, 功耗仅为STTM RAM的1%, 可应用于高效能运算, AI,车用晶片等。 这项研究在国际电子元件会议, IEDM同时发表论文。 台湾经济部表示, 随着人工智慧, 5G, AIoT时代来临, 更快, 功耗更低的新时代存储晶片, 成为关键。 此次工研院与台机电合作开发的, SOT M-RAM工作速度可达10纳秒, 可以进一步提高存类运算效能, 跳脱了M-RAM以往以记忆体为主的应用情境。 值得注意的是, 这次在台机电法说会前后, 该次世代M-RAM存储器相关技术传捷报, 携手工研院开发出自选轨道转举磁性存储器SOT M-RAM阵列晶片, 搭配创新的运算架构, 功耗仅其他类似技术的1%, 称霸业界, 为台机电抢供AI, 高效能运算HPC等当红商机增添动能。 业界指出, AI 5G时代来临, 包括自驾车, 精准医疗诊断, 卫星影像辨识等应用, 都需要更快, 更稳, 功耗更低的新世代存储器。 M-RAM采用硬碟中常见的精致磁性材料, 能满足新世代存储器需求, 吸引三星, 英特尔, 台机电等大厂投入研发。 过去, M-RAM主要应用载车用或基地台等, 由于M-RAM架构特性, 使得资料保存, 写入耐久性及写入速度等三大特点并无法兼得, 数年前出现自选转移扭矩, STT-M-RAM更新架构, 解决上述三大特点无法兼得的问题, 并进入商用化。 台机电已经成功开发出, 22奈米, 16奈米, 12奈米制程等相关M-RAM产品线, 并手握存储器, 车用等市场订单, 抢占M-RAM商机。 台机电承胜追击, 与工研院携手开发出, SOT-M-RAM阵列晶片, 搭配创新的运算架构。 工研院同时宣布, 此次与台机电合作的开发出, SOT-M-RAM阵列晶片, 搭配创新的运算架构, 适用于存储器内运算, 且功耗, 仅为STT-M-RAM的1%, 相关研发成果领先国际, 并在全球微电子元件领域顶尖会议, 国际电子元件会议, IEDM共同发表论文, 展现次世代存储器技术的研发能量, 维持台湾半导体, 在全球产业不可或缺的地位。 工研院电子与光电系统所所长张世杰指出, 工研院与台机电, 即去年在全球半导体领域顶尖的 超大型机体技术级电路国际会议, Symposium on VLSI Technology and Circus, 共同发表论文之后, 今年更开发出, 兼具低功耗, 10nm高速工作等优点的SOTM RAM单元。 M RAM本身就需要透过精致磁性材料打造, 因此需要整合半导体及磁性元件等技术才能生产, 过去主要应用在嵌入式存储器, 例如搭配CPU使用作为奇快取资料用途。 这次工研院台机电合作研发成果, 已经结合电路设计, 完成存储器内运算技术, 进一步提升运算效能, 跳脱M RAM过往以存储器为主的应用情境。 随AI、高效能运算等需求崛起, 台机有机会透过SOTM RAM加上先进封装, 整合出更高运算速度的晶片, 代表未来不论高效能运算, AI机车用晶片等相关市场, 都有机会采用SOTM RAM, 台机将大咬商机。 那么,本期影片到这里就结束了。 感谢你的观看, 期盼能与你产生共鸣。 侃侃而谈, 库论有余。 最后, 请你点赞, 订阅。 这是对本频道最大的支持了。 谢谢。